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全网手册一下 吉林银河L6它的溃电油耗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对于一台插混车型来说 它的溃电油耗表现还是非常具有参考意义的 那么今天我们把这台还没有上市的吉林银河L6 给大家开出来了 就开它的100公里 看看它在溃电时候的油耗表现怎么样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整 现在电量是15% 然后空调是24度两挡风 里程我们已经清零了 现在话不多说我们出发 这个吉林银河L6算是前不久成都车展上才是第一次亮相 咱们也应该算是第一批试驾这台车的媒体了 其实吉林银河L6它跟L7还有蛮多相似处的 它们的动力总成以及电池都适用了同样的技术 这台车用的是雷神8848那套电伪系统 也是P1加P2双电机这么个结构 1.5T发动机加上三档DHT 由于它是一台插电混动车型 既有发动机又有电机 所以说在动力上这台车还是蛮有优势的 特别是扭矩 这台车它是有287千瓦 535牛米 它的百公里是可以跑进六字头的 我发现这个质量板挺有意思的 它不是那种封闭的 而是这种深色玻璃像是墨镜一样的材质 既能质量又不会当你视线 挺实用的 这台车在江湖方面做的还蛮不错的 整个车开起来就特轻快 而且整个座椅包括它的悬挂都是比较偏软 所以说开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最关键的是它这个动力也不差 所以说超车的时候还是蛮轻松的 好了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我们总共是开了104.7公里耗时两小时13分钟 那么本次旅程的我们是大概四层高速六层市区 油耗表现怎么样给你看一下 3.8升 我对这个成绩还是挺满意的 因为它的官方的亏电油耗是4.5升 我们跑出了3.8升成绩 还是不错的了 我们把本次行程的数据给大家标出来了 你们觉得我这个成绩跑的怎么样呢 聊完了油耗我们最后再聊一下它的设计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吉利在近些年在外观造型上 确实做的是越来越好了 包括像是博物库以及是宾瑞 我看网友们对于他们外观的评价 真的是正面的声音非常的多 包括这台吉利银河L6也是一样 就充满了新能源简约实用的感觉 前脸封闭式的还有个贯穿式的头灯 双拼色的车身 下方还有一条黑色的包围 尾灯也是这种一体式的 然后它的英文字母的logo 也融入在了它这个玻璃里面 为什么说吉利非常注重实用主义 给你们看个点就知道了 你们看这个中控的位置 这里有个储物空间 盖板拉开 这里又有个储物空间 这是个手机无线充 浮容箱打开 同样有个储物空间 而且每个储物空间的尺寸都还是蛮大的 而且我发现这个中控屏后方的空调出风口 也是可以正常出风的 这就很好的起到了给中控屏散热的效果了 我185的身高 腿部空间一拳四指 头部空间稍微就会顶到一点 这个天幕的样式还是比较新奇的 中间是有一个贯穿式的设计 而且还是有一条氛围灯的 不知道这个设计是不是为了增加整车刚性 至于它的售价 我觉得应该是要比LG更加便宜的 也就是13到16这个区间 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你们下期还要看我们测哪台车的能耗表现 欢迎普通区留言告诉我